落实行动管制令 慈济安清班原文课在线上进行 这次要讨论的是在学校种植绿豆时 有奇妙的事情发生 实验时我们把绿豆分成两组 一组是有被祈祷祝福 另一组是没有被祈祷祝福的 很神奇的是 只是三天我们就看到祈祷的力量 有被祈祷祝福的绿豆 厉厉生机勃勃的 无被祈祷祝福的成长速度非常慢 那个妇女为何找不来迟不来 偏偏寻在那个千瓶故障的时候来 安清班老师分享禁思经社 德佩师父祈祷的力量故事 给孩子们听 让孩子也有了不一样的体会 听完这个故事后 我有一个心得 我是佛教徒 我用祈祷打电话给阿弥陀佛 请阿弥陀佛拔除一切在世界上的病毒 我发现 新恩用了创意 又不是逻辑的方式来形容 为什么只有祈祷文的秤的那一边 会那么重 他的理由是 原来是有Jesus坐在秤的那一边 延续学校课程也结合现况 虽然不是齐聚在教室里 同样让学生能够真实感受到正向的力量 大安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ORS